大家好 這是Piha大族的碗 今天要做的是義大利披薩 我們先從餅皮開始做起 那我們餅皮就是先把乾的材料 先放在碗裡面 然後先把它混合起來 之後再把蛋打進去 然後就加大概75CC的水 就一直攪 一直攪 攪完之後大概給它靜置個5分鐘 然後把它鋪在這一個烤盤上面 之後就先放進去烤 大概烤個10分鐘 200度C就差不多 烤完之後我們先拿出來把它翻面 之後再開始塗漿 因為我發現不翻面的話 它下面那一面會太濕 然後會不太好吃 不寸 在哪一面會讓它們的鏡頭 我就不可以把軟眼看到 然後再把電子打進去 來 現在就開始乾淨 然後再加上去 更多的雙邊 那麼一 count 現在 可以把電子打在台上 然後再給我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醬給塗上去 那這個醬裡面有做義大利披薩的番茄醬 有一點橄欖油 還有一點大蒜粉 然後我又加了一點點的甜橘糖 因為我買的番茄醬是碳水化合物最低的 就是完全沒有加糖的 所以說我加了一點甜橘糖之後 烤出來會更好吃 之後我們鋪完醬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起司都放上去 那我這邊有用巧達起司 有用磨折就拉起司 還有用磨折就拉球 那這樣子烤出來你會有不同起司的口感 然後會坎西 會很好吃 最後再給它鋪上這個 新鮮的九層塔就可以放進去 火開到最大 然後烤個大概12分鐘 或者是你看它覺得這個起司已經好了 那就是好了 隨便有人看著 一直在牛肉 它是還可以 只是會有多做 在這邊 在中間的 就像這樣 我還可以 站在這裡 就是 那回到 平常 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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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我愛你 所以的披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它很有義大利的風味 那你吃完會不經意的比出義大利人最喜歡用的手勢 那這個手勢也很重要 你學起來之後你可以跟義大利人聊天聊一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那它餅皮的材料也沒有很多種 而且它做出來真的像一個餅皮 不像是白花椰菜做出來的會這樣子鬆散鬆散的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這一道義大利披薩給大家吃吃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